国立南投特殊教育学校 日前在该校举行新卸任校长交界典礼 典礼会场众多嘉宾到场观礼 县议员尤浩到场表示祝贺 更感谢卸任校长陈云如 在校多年对学子及各项事务的贡献 并期盼新任校长林立荣 能将学校带往更高的发展 立荣校长虽然在台中其冲四年 但在这四年当中呢 他在中冲的努力 然后以及他为中冲所奠定的 一个基础都是有目共睹 那我非常的感谢 也非常的庆幸 有立荣校长能够来 接我们投特殊的一个榜子 因为教育事业 最近大家都在接吧 我们希望这个教育事业的接力赛 可以棒棒式抢棒 那未来特别的希望说 我们所有投特的同仁 也都能够来辅佐 我们在立荣校长 南投特殊教育学校新任校长林立荣 肯定先任校长陈云如 对投特的付出与贡献 并表示在上任后会持续努力 让投特发光发热 立荣非常荣幸 有机会来接这样的一个榜子 那当然对我来说也是人众道员 所以我想接下来 我必须要加倍的努力再努力 希望这样的传承不够继续下去 那未来我想我也会延续这样的一个传承 继续让投特发光发热 县远游昊肯定卸任校长陈云如 过去对于投特的付出 对于学子更是相当照顾 也期许未来南投特殊教育学校 在新任校长林立荣的带领下 能够越来越好 那今天的话是我们南投县的 南投特殊学校的校长 新卸任的一个交接典礼 那过去来讲的话 陈校长其实对于南投县的特殊学校 积极的付出 他也非常有爱心 他也照顾了许多国小国中 甚至高职120位左右的特殊的学生 那另外林立荣校长也要接任 我们南投县特殊教育学校的新任校长 过去林立荣校长在台中 其中学校担任校长 其实非常的有爱心 那未来在南投县的特殊学校 在立荣校长的一个带领之下 也希望能够好优更好 县议员张家哲表示 过去陈校长对于学子的照顾相当用心 除了在教学部分 另外在周遭社区的部分 也做得很好的互动关系 也期许未来接任的林校长 能够带领投特闯出辉煌成绩 南投特殊学校校长的交接典礼 然后也感谢陈校长 过去在特殊学校 对于学校的用心 不管是对于小朋友的照顾 教学上的带领老师 一起给小朋友 最好的教学环境之外 也与我们附近的社区 附近的邻里 做好很好的互动跟沟通 然后也多次参与 特殊学校的活动 真的感谢陈校长过去的用心 那接下来也希望 接任的林校长 一起再创南投特殊学校 更好的这个历史 跟辉煌的成绩 新任校长林立荣表示 在接任校长后 会持续带领 南投特殊教育学校 发光发热 记者 抽名剧 南投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